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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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再給影片了吧 不用 那我之後我幫你影片 嗨 好 那我會躺上 好 旁邊 好 這樣會不會不好看 對 請送一下 然後加一個 好 我加第二個頭 我是這個 可以讓這個開完回去 就有些單獨 謝謝你 看請再打一個助手 好 好 我幫你 下一個 下一個 就開始了 好的 我一幫我給你按 我就幫你 先從那個 查到AIPA開始 好 下一個 就要不要 這位那個 等一下 現在是先聊 那你先先聊 這位 你們上次你的會議是說 你要跟會要復席運輸 對啊 就這個中文 就這個中文 大家要來上台 對齁 對 對 對 那你講到剛剛提議的地方做法 有一個就是中文本來的做法 包含四次在聯合國的相關場合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實際在 待會會談到一些 我們在指示品上面的創新 那這個其實是很豪邁 各國都想要 對 所以我們就是如何去實際去 各國像我們PITES 這樣子的組織 然後做成一個網路 那這是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參與其他政府的政府創新 對 那這也是一個事務層級的一個外交 那這也是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永續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的社會創新如何去自分 不是聯合國那種是國與國之間的 而是我們跟中介組織之間 或甚至是非常大的慈善家 像 就是像越開次那種 我們要跟他怎麼樣去做外交 那就是另外一個部分 那大概也有這些部分 什麼比較偏民間的部分 沒有 聯合國當然是國家的部分 那聯合國周邊組織 我們現在有與他們加入的方法 這個也要跟部長討論 那要看外交部他們的意見嗎 對 對 其實我們也是去每個地方 綜合當地的主管 一個使館 很多年輕外交官的意見 所以聽說這個就是 新的部長也常常跟年輕外交官 持一擊探 所以 我覺得我聽到的他大概也都聽到了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中整一下 我們收到的意見 好 那事後再來跟這位請教 我看有什麼樣的結論 兩個 好 好 那這我們先來談一下 AI發展的部分 就是像微軟 Google 他們都陸續在台灣 宣佈產業這個AI研發中心 他們有說是看中台灣的一些 立體軟體還有一些 雲端基礎設施這些狀況 那你覺得他們陸續在台灣 社會研發中心 對於台灣的這些產業 或是台灣的發展來說 有什麼樣的影響 是 我想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 在以前呢 經濟部有辦很多場 Mix台灣的世代之間的對話 就是一些既有的產業 做得非常好的一些 一代的朋友們 他想要做產業上的創新 跟一些比較年輕的朋友們 他們比較是想要 成組社會上的人際關係 做一些社會創新 然後呢 試著去對話 我們就發現說 如果這兩個人互相對話的話 在各自的領域都會產生出 他比對方多太多的這個問題 所以就比較世代之間是有一些差距 那但是呢 就像我們之前就是AR 就是寶可夢 Pokémon GO 剛出來的時候 我們常常看到說 族父祖母帶著孫子孫女 一起去抓寶可夢 跟你不太看得出來 到底是族父祖母帶著孫子孫女 還是孫子孫女帶著祖父祖母 因為他們雙方都有一些可以貢獻的地方 那所以我想這一點重點就是說 當一個全新的 雙方對他都沒有那麼了解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反而是跨越世代跟跨越領域 大家都可以對這個東西 有一些想像的一件事情 那AI特別就是在這一件事情上面很重要 因為它的重點是 把我們腦裡面不假思索 就能夠做的一些軟工 一些重複的工作 我們只要一兩秒之內 在腦裡不假思索可以做的 他都可以移出去做 而且呢 他可以批次地做 那但是這件事情 在所有的產業裡面 我們都有一些比較軟 大家做的就比較煩的事情 跟一些比較有創意 大家比較願意投注心力 增進彼此了解的事情 我們如果讓每個工作的品質提高 然後讓底下這些比較軟的東西 都能夠自動化掉 這個是所有產業 跟所有社會關係都會碰到的 所以我們就會多一群女朋友 更知道怎麼把社會裡面 各種不同的力量 社會的力量 商業的力量 環境的力量 治理的力量 結合起來 然後一起做出創新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catalyst 就是一個觸媒的作動 觸媒 所以像正偉剛剛提到你說 認為說這可以促進 我們在各種領域一些勇士 可以更有效率的解決 沒錯 就是以前工廠自動化 或自動化機器的時候 大家問的是哪些地方 還在用牛的力氣 還在用馬的力氣 還在用人的力氣 我們現在有蒸氣引擎了 都可以用蒸氣引擎解決 或者未來這個 再過了沒幾年 我們有噴射引擎了 都可以用噴射引擎解決 對 那對現在這種蒸氣引擎 或噴射引擎 它解決的是 就是腦袋裡面的 認知魔門的工作 所以就像以前 我們會一個一個會說 哪些地方還在用動物的力氣 我們現在就會說 哪些地方的榮飾 就是誰來做都一樣的事 到底還在哪裡存在 那這個問題是 整個社會都可以回答 不像某些特定的技術 只跟一兩個產業有關係 可是他們來設立研發出現 好像也是比較偏重的特定產業 不是嗎 不是 那個目前我們的AI推動方案裡面 當然這有兩個部分 你在講的特定產業 是所謂的AI產業化 就是把AI的研發這件事情 當作一個產業 我們科技部的朋友 非常關心這一點 但是呢 同樣重要的 我剛剛講的比較是 叫做產業AI化 就是說把現有的產業的融資 全部收掉 看它能夠做出什麼新的結合來 那這個部分 做經濟部的朋友非常的在意 那以我所知 不管是微軟還是Google 在台灣來做的時候 他們都是要全面 到我們各種各樣的產業 而不完全是說 就是幾個頂尖的研究的朋友 這個部分也是有 但是以我的理解 比重反而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的理解就是 他們來這邊 其實是想要把各產業都AI化 對 是 那他們來設定 可以說對台灣這樣 各產業的AI化 有一種催化 或者是激勵的一些功能 對 我想重點就是說 我們做軟體的 常常有一個幻覺 就是我們一想到 事情就做好了 然後做好 網站一換 全世界的人都收到了 對 那所以就會有種全能的幻覺 但是事實上 絕大部分社會關係要改變 它不是只有軟體的部分 它必須要設計整套服務 它必須要上下有的這個產品鏈等等 那所有裡面只要牽涉到人 牽涉到硬體 都不可能是我們剛剛講的說 上一條做好 下一條就改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 本來的這種快速迭代的軟體文化 跟我們這邊很強調 說到做到的這個硬體的規劃的這個文化 這兩個文化並沒有優戀之分 相反的是要搭配起來 才能夠去真正達到社會關係 跟產業的放心 那在過去西谷經常被分析師說 就是它沒有跟這一段的人 去做非常多的接觸 往往設計出一些天馬行空 在這個模擬軟體裡面跑起來很棒 但是實際上做下去就發生事情的產品出來 那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並不是只是說 矽骨跑來解決我們的社會問題 我們這邊也可以有更多的朋友來貢獻 來解決矽骨造成的社會問題 所以你會覺得說 我們來這裡社裡發中心 比較可以落實在真正的這些產業需求上 而且也真的能夠找到說 社會覺得這是一個好主義的東西 因為我們跟別的極權國家不一樣 我們不會只是因為某個政委看了一個好主義 忽然之間就所有人都要做的 如果它沒有真的解決大家的問題 大家就是不用 我們是完全民主的一個國家 所以在這邊證實 在這邊真的可以做的 它就真的有輸出的潛力 而不是只是在溫室裡面才能夠做的 可以舉個例子嗎 當然啦 好不像無人車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我們現在正在空總的社會創新的這個實驗中心 其實前幾天 NIT的朋友們就已經在這邊開無人車 無人車就已經到處跑了 而且他們還拿著一個攝影機去錄下 路人對無人車的反應 為什麼他們可以在這邊直接做呢 並不是因為我們這邊有什麼制外法權 而是因為他們開的是無人的三輪車 那三輪車是行人的路權 它走的是人行道 那上面就算沒有人 它的速度是慢到你撞到也不會怎麼樣 的這個情況 所以你就可以更進一步的觀察到說 這種新的物種在街上走的時候 人跟它有什麼反應 交通警察如果想它攔下來 要怎麼樣把它攔下來 我們要怎麼看得懂它上面 告訴我們它現在在想什麼 人要怎麼讓它知道我們正在想什麼 那透過這樣子的 我們叫做co-create 共同創作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解決現在AI技術最大的一個困難 就是它不被人們所信任 AI的研究他們還願意公開發表出來 當然是公眾上面對它有一定的信任感 但是對這個AI做出來的這一個AI 當它去做一些本來人類才能做的決定的時候 人類一定會要它有一個問責 就是accountability 它如果出了事情 它要解釋出出事情前一秒 它在想什麼 它為什麼到這裡來 那即使它沒有出事情 我們隨時也想要跟它討論一下說 你之前的表現是這樣子 就像我可能跟我的秘書說 你之前都幫我約這種meeting 但是我希望跟中央社多約一些meeting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就要解釋說它本來的想法是什麼 以及它要怎麼樣去調整 那這個是目前AI比較欠缺的部分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不是只是AI說人話 人也要有能夠看得懂資料 能夠看得懂視覺化的資料素養 雙方要能夠在某個地方互相想毀滅 那這個部分就不只是我們這些做治理的 包含做保險的 包含做社會學的 包含做這個隱私資安 資訊自由 每一方的人大概都要看懂 這個東西才真的能融入社會 所以我覺得台灣寶貴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有好比想想建立沙盒 就是創新實驗條例這樣的法案 本來的金融科技現在已經三度通過了 那我們接下來AI的無人載具 也會有一個同樣的法案 未來可能更多 這個法案的概念都是說 我們給它6到12個月的時間 在這個過程裡面整個社會 一起來讓這個技術落定 並且判定這個技術是不是一個好技術 那如果它對社會好 那我們的法令就鬆斷 如果它對社會不好 至少它幫忙符合學費 其實這樣這個算是台灣的用事嗎 當然了 在實驗的場面 我們在成文法國家裡面 應該是最快推出這個建立沙盒的 然後呢 就跟其他的就是英美法系的國家 推出建立沙盒的概念一樣 並不是每一個實驗都需要建立沙盒 很多時候一個實驗它本來就是合法的 只是創新者它第一個 可能不知道它合法 第二個可能過去曾經有公務員 跟它類似的個案 有一個韓式把它判定成非法 所以就累推了 那但是呢 我們目前的經驗 從金融沙盒就可以看到 對承辦來講 在以前它讓你合法 它要付出一定的實驗成本 它直接駁回 它沒有實驗成本 所以有時候就被駁回了 但是呢 現在呢 它讓你合法 有一定的實驗成本 你本來就應該合法 但是如果它把你判定成非法 就要進入沙盒 它就要花六個月 就要花十二個月的時間 這個成本更高 所以說因為有沙盒的關係 反而就讓一些本來 就應該合法來做的實驗 更快速的得到法令上面解釋跟鬆道 這是我們樂意看到的 那這種也想說 像他們來自於台灣涉獵 那其實大一般的認識 在說台灣傳統上 是在製造業 或者說電台資訊業上 好像是比較強項 那說像AI軟體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台灣在這個發展上 可以用哪些意思 像標材做的 你應該是說 就是不管是做語音辨識的 或者做這個視覺模型的 或者是像圍棋的 其實很多人的主要研究 是在台灣完成的 只是說在此之前 它的應用場域 可能台灣沒有給他們 最好的應用場域 所以他們在別的地方 去進行應用 但是以我跟這些跨國公司的接觸 其實很多的高層決策層 根本就是心裡就是在想說 什麼時候台灣準備好了 我們就要回來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想帶他同事回來 那在以前呢 台灣人跟台灣人 新加坡人一起創業 做一家AI公司 九成的機率是 台灣人到最後就靠去新加坡了 絕對不去新加坡人到最後 就來台灣了 這不是雙方人才素質的問題 而是說我們的法令上 對於外國的這種專業人才過來 我們有沒有給他合理的 一般的這種福利 跟這個一般的想法 就是說每一個來是 創造更多的社會的可能性 而不是來所謂的 上一號搶工作 下一號 那所以我們的觀念 現在當然透過外國人才專訪 透過我們的國際法的修正 這些東西慢慢慢慢都在修改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signal 是一個訊號 就讓散在各地的這些 還是台灣出來的 或是台灣人的好朋友 可以看到說 現在台灣變成一個 對他們比較友善 更國際化的一個地方 這個時候他們就不願意回來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本來就有優勢 只差在環境那裡 沒錯 那像剛剛講到那個 語音變速或會 其實是像那個 要發狗嗎 當然是像我們阿甲這個 黃老師 對就是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 它的那一套東西 它其實不是只是在為期上 任何擁有明確規則 可以快速進行模擬的地方 都可以用 那這個部分 我們把它放在 日常的產業的工作裡面 確實有些地方 它純粹前面後面的複雜度 都是由人來處理的 它這一端是完全要明確規則的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這種 深度學習的技術 導入進來 其實跟台灣之前的 資通訊產業很發展 其實也是有一定的觀點 當然 因為不然我們前端後端 都要往別的地方去嘛 但是現在前端後端 在台灣都有產業連來來處理 那鄭偉認為說 像這樣子 這個AI產業 我們來這邊設定 設定 照理說 我們是可以期待說 它這個AI產業 或是說產業AI化 都可以有一個 算不錯的發展 但覺得會對 一般人民的生活 會不會有哪些問題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它會讓AI這件事情 除媚 除媚就是 就是說 不會把它看作什麼 神秘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說 AI的 絕大部分都會是自動化技術 它只是更便宜的 更快就可以訓練好的 自動化技術 那這些東西呢 從小時候 就可以想說 你的作業 有某些部分 找資料啊 或者是幫他做一些分析啊 等等 各課的工作裡面 對一個學習者來講 能夠讓他減少老師 他就多一點時間在學習上 少一點事情 在這種反覆無聊的 這種資料查詢 或者練習 或者是一些其他東西上 所以我們的整個目標 在我們即將推行的 就是Sharing 中文教育的課綱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資通訊工具 跟媒體素養 批判思考 這些東西是老師 跟學生一起學 不是老師去教學生 在過程裡面 所有可以用到的 資通訊工具 都是教具 都是對學生來講 學習的工具 而不是說 他有一天要非常非常懂 他有一天就會了 他只要用就好的東西 所以不管是 之前有很多用 Arduino啊 用Raspberry Pi 所謂製造者的 這一系列的教育 我們都希望說 隨著AI的融入 那小孩就會發現說 不只能不能用來神 力氣 還可以用來神 腦力 那這個時候 他就不會看到AI 或看到無人承 覺得 這是我長大才知道的東西 這是社會上 手術專家才知道的東西 他會更願意 跟這樣子新的物種 來做對話 所以說像 我剛剛提到這個 除媚可以說是 比較不好發性的事物 對就是這樣 好比我們說 要有公民素養 要有法律素養 就是在對法律除媚 就是他不是說 只有少數的 立法委員 大法官 或者法規會的同仁 才懂的東西 如果一個社會是 只有他們懂 而絕大部分人都不懂 那這就有一點 非常 權力過於其中 那會變成是 懂法律的人說了算 但是我們在 從小做公民法律 社會不是這樣啊 我們從人權交起 我們從最基本的權力交起 然後你這個更懂一點 你可以去請一些 法律的諮詢 再往上一點 可以有一些paralegal 一些人士 再往上一點 又有這個法律的研究者 再往上 當然就是剛剛講的 那些專業人員 每一集都負責 把上一集的創新 翻譯成下一集 可以聽得懂的語言 那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一個學習的解體 大家整個社會 都會覺得 這件事沒什麼 這件事情就是社會的一部分 我如果不懂 我隨時知道要問誰 那AI也是同樣的道理 可以說是一種普及化嗎 對 或者是一種民主化 對不對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主導它 任何人都可以 稍微有一點AI 省自己一點點力氣 而且知道說 我不用把我的個人隱私賣給大公司 我也可以做到一樣的事情 所以如果像正委剛剛講的 那我們可以少做一些榮事 等於說我們在其他方面的發展 就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在這上面 對 就是我們可以更多花一點力氣 在人跟人彼此身上 因為這一部分是沒有辦法自動化的 因為機器 並沒有人的生長和生命經驗 所以他能夠處理的事情 就是我們不需要個人的生命經驗 個人的價值判斷 就能處理的事情 但是我們雙方的價值 怎麼逼自己融合這個過程 這個是沒有辦法自動化的 那正委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目前階段來說 正委覺得我們在AI發展上 在台灣這邊有哪些人才是 可以推進給我們 可以值得跟他學習的 你說哪些我們AI的領航者 對對對 OK 我想 我這邊想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AI它是一種技術 它最後還是要解決社會問題 或者是解決產業問題 所以我想要講的是說 重點並不是說 單一幾個AI的研究者 一些名師啊 一些 當然大家也都了解到說 現在你如果AI研究得非常好的話 是很紅啊 在網路上面是有網紅的地位 但是我特別想要講的是說 如果你引入一些AI 但是卻快速的解決了一個 本來沒有辦法快速解決的問題 那這件事情創造出來的價值 是大過於你做了一些研究 但只能在一點點小小的一些領域 那我自己的領域是民主治理 所以我在解決的問題就是說 網路上面大家互相酸的這些 一些這個發言 有沒有可能快速的自動化的整理成 我們做決策者可以用的資料 我們如何可以不用看五千篇 一模一樣的推文 然後在裡面可以整理出 各自不同的立場等等 那在這裡面也有用一些AI做的工作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省了我們公務員 處理這個名義這個信箱啊 手上信箱啊 很多很多的力氣 那所以這裡並不是在說 大家都要來學習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說 每個人在自己工作上 碰到一些榮事的時候 就可以去想說 我怎麼樣引入AI來解決 所以我的意思是 從各位自己做起 不是要大家來學探訪ABC 所以像我剛有提到 可以收集網路硬件 也可以透過AI做整理的分析 這個已經有在實行 是的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 西雅圖的一家新創 他就做做Police 那Police這家新創 他做的事情 就是好像我們現在 在討論Uber 討論Airbnb 討論這些案子的時候 真的上千個不同的意見 但是呢 他用一個視覺化的方法 可以很快的讓大家 收斂這個意見 那看到說 雖然大家的意見彼此不同 但是有一些大家 不可以接受的部分 我們就這些部分 來先做立法 那這個後面的整理 就是透過AI 它其實有一張聊天機器人 它是把群眾給你一張臉 然後讓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群眾目前的感受是什麼 並且可以看到 你的Twitter朋友 你的Facebook朋友 雖然感覺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呢 大家都有一些基本 共同認識的價值 可以在這些價值上面 去融合成我們可以用的法規 這個目前在台灣的制度行程上 有實際應用的例子嗎 有啊 我們的Uber的法令 就是這樣列出來的 然後接下來 我們從這個法令外推 就是Uber跟AMP外推之後 我們就做了所謂的平台 經濟法規調整原則 那這個也是用這樣子的程序去完成的 那大家可能還知道說 我們有一個叫做數位通訊散播法 那這個部分目前在立法院 正在跟立法院做得通 那這部法裡面就明定出 未來類似這種跨國界 跨領域 網路治理的案子 我們都要用類似這樣子的大規模的 就是群眾集合意見的方法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 很難有一個工會理事長 或一個工會代表 除了說 我就代表所有被這個技術影響的人 這可能做不到 我們真的需要每一個影響的人 都可以發出他的意見 但是又讓這些意見能夠忠誠 那像正委剛才幫我們解釋AI局 也就有提到這個無人車的概念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這個無人車跟無人載具的事情 像說因為我們現在有那個 之前有提出一個 無人載具創新鮮的條例 那這個條例當初設立 就是現在已經在討論中 他想說當初 你這個條例的時候 是為了什麼 就是他的發展精神 基本上目前的想法就是說 交通路一直都以來 就是在普及交通方面做得非常好 大眾民主等等 但是從他們角度來看 他們只能關於移植的東西 所以呢 路、害、控 對他們來講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但是呢我們現在越來越多 可能你開一開就飛起來 就垂直起降 那然後無人車 事實上現在也開始成熟了 所以越來越多的東西 它沒有辦法再那麼好的 去放到本來的 我們說只能在道路上面 只能在500米以下的空域 或者是只能在特定的海域航行 那這樣的東西 甚至以後航行的概念 都會有所改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一種新型的 為什麼我們要叫無人載具 而不是分開講無人車 無人船 無人機 就是因為說 未來的它很可能是混合的 一種模態 它載的也不一定只是人 它可能是載貨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就很能用移植的方式 去規範這些位置的一些發明 但是這些位置的發明又很重要 像說在偏鄉 我以前去澎湖離島的時候 很多三級離島 他們是要靠海巡的船 才當做他們的運輸船 因為交通船 一個禮拜才開兩班 甚至有時候兩班都沒有 這個時候無人才去 對這些離島的民眾 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在陸地上 也有就是比較偏鄉的朋友們 能夠受惠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為了普惠的緣故 我們就會希望說 我們來每一核 有這樣需求的一些地方的政府 以及能夠提供這種 崭新技術的一些廠商 以及公民社會裡面 能夠來監督這個東西 它真的是有解決這個需求 而且像我剛剛說的 有跟社會對話的能力 可能從很慢的速度 開始開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那這三方 就是第一第二第三部門 都加入的情況下 我們慢慢就把這種新的物人 再去變成 從未知變成已知 所以目前這個條例 是以經濟部 作為主要的首單 跟主管機關的原因 也是在這裡 是因為它有太多交通部 未知的部分 但是當然最後 安全性的判定等等 這個我們還是會 落背到交通部來處理 所以像這個 創新事件條例 也可以做像這位剛剛講的 就是也是提供了實驗 成績跟一個環境 沒錯 那像政委 因為這個條例 還在討論中 就在前幾天 UBER它的那個 無人車 就發生了一個 車禍 而且造成一個人死亡 是的 那像這個事故 您怎麼看 會不會對我們造成一些影響 不過我想這個 還是不太一樣 是因為UBER那個 還是有方向盤 方向盤 後面還是有一個人 那個人還是可以隨時 踩煞車 嚴格來講 他們在測的是 輔助駕駛系統 對 那所以 那個人當然 因為他是一個人 所以你可以問他 就是當時他從音樂裡 衝出來啊 他踩煞車已經來不及了啊 等等 就是他可以給你一個故事 但是我們的 無人載車 刷新事件條例 也要測的 可能是比這個多的 所以說是已經沒有人 在那個載車上 那這個時候 發生事故了 你還要能夠講出一套 讓社會能夠理解的事情 那這個就表示說 在事故前 他就要有對話的能力 而不是說一直靠一個人 鎖在方向盤後面 發生事件上 來幫電腦解釋 我想這並不是我們測這個 無人載車條例的主要能力 所以我們的無人載車會直接 就是無人操作方式來進行實驗 對 因為如果是有人 就是自動的副駕駛等等的 這些部分 這個在交通路 現有的道路測試的這些條例 大概都可以處理 也可以有專門的測試廠等等 驗證廠 這個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邊講的 真的是未知 就是說立法者 我們這些行政的管理者 都根本不懂的東西 那甚至他在思路 我們才剛研發出來的東西 是對這些東西來進行討論 所以我們才很強調說 這個真的要能夠反應 解決社會需求 而且他在踏入這個場面的時候 都知道說 這一小塊空間正在測試 他不是跟大家長迷的生活 馬上就混在一起 不過他Google當初 或者比如說Google 他們有在做這個 無人車實驗的時候 他們會放一個真人價值 好像比較像是 也不算輔助 因為他們還是是用系統在預計 這個真人價值好像 我們要多次做資料紀錄 或者是說萬一應付那個 因為就是意外處理 就是意外處理 那我剛剛講就是意外處理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實驗是 就是不會需要有真人輔助這樣子的 要看那個實驗者 所以說如果他要測的是 需要有一個人在後面 但是現有的 到底這個設置條例 沒有辦法處理 那必然有一個原因 可能看一看真的飛起來 所以是起降 那像這種情況 當然我們也會去 按照實際的社會需求 來決定是否合准 所以我並不是說他一定要拆方向盤 但我來講就是 即使拆方向盤的 也可以在這個條例裡面處理 但是像如果這個事件發生了 大家可能會比較擔心說 那這個時間過程會有些危險性 或是對 就是會有些這樣的擔心 是啊 對 所以就是說你看 信任破壞很容易 信任建立很困難 所以我們要建立信任通常的方法 一個就是透明嘛 就是說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把它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方式 即使在沒有事故發生的時候 就讓大家知道 另外就是責行 就是說到做到 我現在說 我在這個區域裡面 只能開始做20公里 我就真的只要開始做20公里 而且如果它破壞的責行 會有一套具有公信力的方法來監督 就是資料共享等等方式來整理 所有這些在我剛剛提到前兩天 在這邊開自動三輪車的過程裡面 就是北科大的朋友們跟Media Lab的朋友們 一起去把這個透明擇線的這個部分 去讓一般的學生 大學生都可以解 那大學生再解釋給 就是其他可能跟我們對技術不熟悉的朋友 那像這個就是我覺得 最好的創新擴散的這個方式 就它在一個相對安全的情況下去發生 然後呢再慢慢慢慢擴展到 我們都覺得安全了 那再多給它一個空間 再多給它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應該說 比如說有一個限定的一個場域 或是一個相對安全的方式來建立新型 所以覺得像如果這樣 應該不會對我們有太大的影響 應該是說我們正是因為這些前車之間 Literally 所以在這邊用一個就是共創的方法 來進行不人載取的試驗 政委可以再幫我描述一下 這個原來這個無人三輪車 這個試驗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境 沒問題 它這個情境其實它很簡單 就是說因為它是三輪車 所以它其實時速不可能快 那另外不可能快 它也不需要用非常好的設備 因為它碰到障礙 它就停下來就是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們就可以測一些 一般的大學生用自己的實驗室的預算 就可以買得到的一些設備 它的解析度可能沒有商用的 要拍到70公里80公里那麼好 但是這個就跟Arduino或Raspberry 跟我們最好的高階的工作站的差別一樣 這邊因為很容易取得 所以呢學生很容易學習 而且第二個它很容易創新 它今天有一個新的想法說 我要過馬路 我這個無人車上面就可以亮一個牌子啊 它要怎麼跟旁邊溝通啊 它有一雙眼睛啊 這樣怎麼樣呢 這些東西確實很容易去做實驗 如果你一台上面光是光打 你就要上來玩 那這樣子就只有最貴的這些學校 才能夠做得起這個實驗 所以我想這個統計畫 我剛剛講的民主化 是這個實驗的主要目的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是剛剛講的哲信 因為所有的城市嘛 都是公開的 那也包含他們 預錄的這些宣傳片 以及他們在測試的時候 錄的這些影片 我碰到他們的時候 也特別請他們用CC授權 公開在網路上 所以這整個過程 包含它腦裡怎麼想的 它前面看到什麼 它後面別人看到它的時候 反映了什麼 這些都會變成社會的公財 大家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再去想說 我們怎麼樣增進這個責心的程度 那現在是有這個 現在是大學生做的實驗嗎 那有沒有哪些商用 就想要在台灣做這樣實驗 其實台灣自己做騎車的 就已經有在做無人車了 像台北市政府就有嗎 做那個公車的 對 或者是高雄那邊 他們之前有一個交通的一個聖典 那他們也在那邊 DEMO了很多無人的載具 所以我想這種 就是有限空間 它跟主要道路不相連的 這種小的區域 那這個部分 或在這個半夜拍等等 這個情況下 其實早就已經發生了 但是我們現在要講的是說 我們想要看的是 像我剛剛講的三輪車的例子 人跟這個AI怎麼互動 我們想看的不完全是說 在完全沒有人的情況下 這樣子一台車 怎麼樣搜集旁邊的資料 那個也是很重要 但是我們更在意的是 整個社會怎麼樣去學習到 哪些創新對我們是有幫助 我們可以高動的 哪些創新對我們是沒有幫助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高動的 對 那這個就是沙盒 這個就是創新線條例的意義 好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好 謝謝 好 謝謝 先找我當中 這個是打給學校做的事 那你就好了 先講給你的 好 MediaLow 這個有發出過 有 MediaLow 對對對 你網路上都找得到 你如果想要訪那位 Fuel Team的話 自我又聯絡方式 好 我先查一下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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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